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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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前一阵有戴墨镜穿着汉服 然后弹奏一个法国的音乐剧 叫《荣耀向我扶手》 然后在街头外还有在网上 都蛮受大家欢迎的 之后也会有这样的创新 我觉得会也算是 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吧 然后也算是给我们传统文化 注入一些不一样的生命里 然后传统语音乐和其他的曲风 比如说摇滚曲风 或者更当代的一些曲风 如果有一些碰撞的话 也可以去不断的拓放 自己文化的可能性 去把传统文化的录乐走入 然后我一次在街头 当时弹的是菊花台 就是我弹完之后 有个老奶奶走过来 然后他问我 可不可以摸一下我的乐器 然后我说可以啊 但是我说完那当时就走了 我当时还给我听错了 但我就发现他回去 去掺一个老爷爷过来 然后我才发现那个老爷爷是个盲人 然后那个老爷爷摸了一下 我略略清楚 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就是说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有去过中国 然后虽然现在看不到我了 但是今天在街上听到我弹琴 他就知道 这是来自中国的声音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一场很浪漫很奇妙 现在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 今天弹奏的曲子可以和他七八十年代的记忆 在中国的记忆有一些交集 我觉得很奇妙 我觉得很荣幸可以让国内外的朋友都看到 看到琵琶的美 看到判处的美这样 我也很希望就是 国内外的朋友都可以对传统文化感兴趣 关注到传统文化 很多国内的朋友说 如果我的视频有关注到琵琶喜欢 而且开始学琵琶 然后现在已经可以弹奏什么什么 我觉得就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吧 然后也让我对我自己的视频内容 我越来越有自我认感 就是会越来越认真的去做这个内容 在很好的传播文化之前 我们自己当然也需要就是 很好的识气 然后可以保护住并且系统的文化